4G上路之后 手机厂也卯足了净卡位 中国大陆品牌厂联想公布2015年的销售目标 总共要销售8000万只的智慧型手机 那在8000万只当中有50%支援4G的服务 另外华硕支援4G的ZenFone 5也传出7月份即将要开买 台湾5月智慧手机市场靠着中低阶机种推升买气奏效 华硕ZenFone 5以5.9%市占卖出超过4万只拿下冠军 几下4月单击销售王的宏达电M8 现在随着4G上路传出ZenFone 5LT机种预计7月开卖 对于手机晶片合作对象更是抱持开放态度 拧抵心机有可能采用联发科4G真8核晶片 价位的话我感觉是说因为随着竞争者的变化 那么你可能必须做很快速跟敏感的这个反应 这个的话也是我们要练的功夫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就该反应的时候我们会反应 但是怎么提高更高的价值 从战略面的话我觉得是更重要 另一品牌厂宏辑去年推出Liquid S2 LT手机后 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又一口气发表5款新机 其中包括两款4G LT鸿基透露年以前还会有更多4G手机推出 将会比去年倍增 但销售占比还是无法预估 因为鸿基在新兴市场琢磨较多 部分市场还是以3G发展为主 现在I'm standing here with good confidence 各手机厂卯着近卡位4G大陆品牌联想公布 2015会计年度销售目标要达8000万只智慧手机 新机50%都将支援4G技术 第一季销量已经达到1300万只 代工厂人保渴望受惠